好 那我们就刚才已经讲到这个了 转入因子 这个RNA Primrose 也讲到这个转入因子 那我们现在讲说这个转入因子 TF到底怎么帮助这个RNA Primrose上来 所以说你今天你要想一想 它要上来呢 并不是它马上就就可以上来 其实最主要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这个起始点到底是在哪里 是在Promoter上面 所以真正的引发这个转入的过程 是要先认识这个Promoter 所以这个-10-35的地方 为什么叫TataBox 就是因为说会有蛋白质呢 会认识这个TataBox 好 会有个蛋白质认识这个TataBox 这个蛋白质叫什么呢 叫做TataBox Binding Protein 你会发现这个分子生物理就是这样的 好 那我就先直接秀这个图给你看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讲的 Promoter 然后呢有一个叫做TataBox Binding Protein 你会认识它所以会结合上去 那TataBox其实是属于TF2B 转入因子2B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看TataBox进来了 其实连带着这个TF2B就上来了 2B就上来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又一个很大很大的 叫2D 2D在这里 2D 那你怎么说怎么没有2A 它只是有简化而已 你如果要2A 2A就在这里 它是结合了这个 认识这个BRE这个区块 好 所以这里2A 你有发现说 BAD 有没有 你说这么简单 三个而已 哪那么简单 当你要上来的时候 R net performance 上来之前 它还要夹带着 夹带着什么呢 夹带着 夹带着 R net performance 上来时 要夹带着E 2F 2E 2H 所以它还要夹带三个蛋白子上来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转度因子TF2BADEF 就是这样子上来的 那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看到 这边只是把它简化 没有画出来 好不好 所以说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让你们回想一下 这个是普森的课本 普森课本画到这个 POMOTUS 上有TALABUS POMOTUS 它跟你讲说 有会有一些蛋白质 全圈飞得上来 然后POLYMERS 上来 你看它只是画圈圈XX 不是 只是画圈圈而已 他没有说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各位 你们在读这个普森的时候 你不会想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画好几个圈圈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感觉说 这个一定是不同的蛋白质 我要把它剪 找出来还是什么 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普森 我们这边普森 其实画得非常漂亮 就是说非常有sense 只是说大家 不会去特别去想说 这到底是什么 特别把它简化 你们还不去了解 这是什么东西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转路就是这样 你看它 它认识POMOTUS 然后就开始起始 它这里连sigma都没有画出来 好 那开始转路 转移 转路 然后最后结束就掉下来 就这样而已 好 那你可以看 他已经看到这个 TF2 这个2A 然后这个Polimus上来 然后呢 很多人就会讲说 那刚才有讲的 这个 Inhancer 跟Silence 会位在哪里 Inhancer跟Silence 其实就位在 更上游的地方 更上游 这个可能会到达几百 Best Pair都有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是会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Inhancer 这是 这是 Inhancer 或是Silence 都可以 好 那上面呢 就有一些转路因子 还会结合 结合上去 可是结合上去 它怎么跟这里做interaction 这个是用它形成一个loop 各位你有没有看过 这样子的图 它会形成一个loop 然后loop 怎么跟它做interaction 它怎么告诉它要加强它的转路 其实中间要有MDA 各位你不要看到MDA 在这里 这里少说也有30个蛋白质 你如果学分子生物学 这三个蛋白质 少做也要Bag个五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你看你现在都已经 很多东西都已经没有在Bag 没有在Bag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里有没有看到BAD 然后有没有 这个Primus上来之后 有EFH都上来 就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叫做General Transitive Factor 为什么 因为它跟上面的Transitive Factor 做一个区隔 所以呢 刚才有人这样想说 有人讲中文叫做什么 一般转路因子 不用特别去讲 General 就是这个字 General Transitive Factor 应该有没有写吧 放在这里 General Transitive Factor 那 对比这个上面这个跟 这个是跟Promoter结合 对比跟上面跟Empacer 或是Silence 结合的 叫做Eckivator 或是Replace 它呢 就叫做Transitive Factor Transitive Factor 有跟Eckivator 跟Replace 就在这里 所以你看Eckivator 跟Replace 其实它都属于 Transitive Factor一种 只是因为它有回话 或是Replace 的效果 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要去对起来 Eckivator 大概就是跟 Enhacer结合的位置 那Replace 就是跟这个 所谓的 Silence 好 结合的 结合的位置 就这样 至于说它是什么 去做 连接 就是靠中间的这个Promoter 好 那 就大概是 讲的这样子 好 那 大概就结束了 好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转入 其实不是只有在这个 这个转入的这个过程 其实还有 上游这个部分 也是很重要 要去了解 那我们刚才讲说 真核生物跟原核生物 有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Remodel 这个转入因子 Net-Promerous Eckivator Silence 之外 还有就是转入 就是 Splicing 所以现在就要来 看到这 Splicing的过程 所以说 Splicing呢 就要大家 去备 这边就有 mechanism 为什么 为什么 它会Splicing 为什么会Splicing 它怎么作用 如果你像我说 它怎么Splicing 请问这一条 为什么它知道 要把这边剪切掉 这边要 这边剪切 把它揭起来 所以你觉得需要什么 什么样的酵素在 那 或是 或是 或是更进一步来讲 怎么 为什么会发现这件事情 如果是你 你怎么证实 你怎么证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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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跟Exxon的存在 你怎么证实 我如果設計一個實驗說 請問一下你如果要做實驗 請問你怎麼證實有陰蟲跟Axon的存在 有陰蟲的存在 Pool-Aid動物就是這個生物中有 它有一些陰蟲有一些 space 的部分 那你怎麼證實 你怎麼證實 你怎麼會 蛤 之前有看過嗎 有沒有人會 其實就是這張圖 他把那個動物的 就是 某一個動物的DNA拿出來 然後再把牠的MATURALNA拿出來 然後這樣 兩個都變成單骨之後 放在試管裡面夾合 然後夾合的過程中 如果牠沒有完全接上的話 然後牠就會產生一個 inter duplex 就是中間會有泡泡 那個就是沒有接上的地方 那就是intro 各位聽懂了沒有 講得很清楚啊 講得非常清楚 連我都覺得說 我可能沒有辦法講那麼清楚 各位聽清楚了什麼意思 為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真正發現的過程中 什麼叫做 我覺得這個考實驗體會非常好 我們常常在講說 請問一下什麼叫做sprising 大家就描述sprising 大家就描述sprising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考這個沒有意義 我要考 我就會考你如何去證實sprising 那陰寵的存在 那你怎麼證實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了解一下 第一個 你就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sprising sprising 其實過程就是說 他會把 他會把那個 Ason留下來 intro 給剪切掉 好這是第一個 你基本上要了解的 可是接著你就要去了解 他說 為什麼 請問一下這條叫什麼 這條叫做pre-mRNA 那pre-mRNA是什麼來的 是從DNA來的 所以說從DNA轉路過來的 所以今天 你怎麼證實他存在 如果說他已經被剪切掉了 他只有Ason1 Ason2跟Ason3 所以請問你把這一條 mRNA 成熟的mRNA 跟這一條DNA 去做雜合hybridization 請問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他其實在這裡面只有這個序列 跟他是互補的 互補的 只有這裡是互補的 這也是互補的 所以會造成怎麼樣的結果 DNA 我這就是DNA 紅綠色的 好 所以說綠色就會互補 有些互補會互補住 那有一些地方不能互補怎麼辦 有些綠色地方不能被互補到怎麼辦 就會形成入合 就會形成入合 就是這個圖 對啊 OK 所以 這個是真正發現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他就是 是這樣子 看到這樣子 然後去解釋 原來他就認為說 原來中間有一些 會被剪切掉 mRNA跟DNA是不同的 你如果知道說 mRNA跟DNA是不同的 這個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你要知道說 原來形成入合的地方 是叫做intro 很好 我這題可以給你三分 對 這題可以給你們這組三分 因為他講得非常的順暢 包括還要形成單股的DNA 去做hivorization 好 那 再來 最後 就是 就是這個 mechanism mechanism 到底是怎麼做成的 那這有一些說明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 就是說 英蟲到底有多大 或是 Epsom到底有多大 或是有多少個 這個其實就是沒有一定論 就是說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 蛋白質 有不一樣的 像他這個蛋白質 他只有一個英蟲 一個英蟲 這有兩個 好多個英蟲 有沒有 就這樣 所以說你如果注意看一下 他mRNA size 是這樣 然後他那個英蟲 大概就是 這個 就有人去做一些統計 那但是 不一定說 小的 就一定比較少的英蟲 沒有 你看像這個 基因這麼 基因是17kb 他也只有50個 這個5kb 就已經有50個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一定的一個size 這就是統計 統計上所得到 所以各位 如果今天 全世界的英蟲都一樣size 各位就要背了 就是因為不一樣size 所以有必要背嗎 不需要背 各位了解意思嗎 所以通常我們學生物學 學科學就是這樣 如果最後發現說 總和的一致性 告訴你 這一致性你就要背了 你就要知道了 但是也不是 不竟然是背了 你就是理解以後 你就可以知道了 好 那 再來有兩個mechanism 我這個mechanism 我不想要詳細講 因為這個大概 大家也都 也都記不得了 背不起來 我只要跟你講說 你要知道有這兩個線 你不要小看這兩個mechanism 這兩個mechanism 這兩個mechanism 都拿過諾貝爾獎 所以你們都覺得說 我們現在講分身 告訴你每講一個章節 至少有五個諾貝爾獎 每個章節至少三五個諾貝爾獎 所以 所以這個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好像 好像帶過去而已 可是實際上 這都是當初 都是非常重要的發現 好 第一個 叫做sales pricing 看到這個sales pricing 你就可以了解 它是自我剪接 另外一個是suprisosong 看到這個song 你會想到什麼 suprisosong 你會想到什麼 跟liposong 這個概念是什麼 什麼叫做song的概念 在生物裡面 或是分子生物學院裡面 有講到這個song這個字 是什麼樣的概念 有人講是什麼體 OK 可是這個體的概念 染色體跟這個體的概念 就不一樣 染色體是指說 就是染色以後 然後它就是有那個 這個 就是比較condensed這樣 那這個song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要講的話 你覺得體是什麼意思 要不要嘗試說說 來 一個有運作功能的小體 一個有運作功能的小體 不對 不完全對 因為它跟包氣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這個 我要跟各位講說 你們要學分子生物學的時候 不要再把你們想像 想成說 一個細胞裡面 有什麼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包氣 這種感覺 不是這種感覺 只要是進入到分子生物學的話 體的概念是什麼 有大的有功能的群組 也叫什麼 大的有功能的群組 大的有功能的群組 為什麼它會是大呢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 有很多不同的 OK 有很多不同 你要再講清楚一點 有很多不同的蛋白質 有很多不同蛋白質 組成的群體 這個就叫做體 了解嗎 所以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Mediator 這個東西 Mediator 這個其實也沒叫做一個體 就是Mediator的一個 一個爽之類的 只是它當初沒有這樣的命名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說 就是就是 你只要這個概念 就是有很多蛋白質 組在一起 一起作用的這個東西 就叫做一個 一個爽 什麼爽 尤其是在分子生物學 或蛋白體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個 Sales pricing Sales pricing常常跟一個字 連在一起 叫做Right Bullseye 各位應該聽過吧 你們想一想 什麼叫做Right Bullseye 你可以去嘗試去想一下 Right Bullseye 為什麼重要 光看這個字 你可以想像出 它叫什麼吧 才智 前後 等一下 什麼叫河梅 什麼叫河梅 一個 你說前面這個字是河 河 後面是梅 是不是 OK 一個就是 河 是河什麼 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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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一下這有什麼重要性 這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這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有什麼了不起的 就你學生物學裡面 你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 先給後面 來 這個 它有類似於蛋白質的 它有類似蛋白質酶的功能 那你會覺得很壓抑嗎 但是它不是蛋白質 但是它不是蛋白質 OK 算是不對 可是你沒有很壓抑的感覺 你好像覺得這個很自然 自然然就會發生 是不是 好 其實它答案沒有錯 我問各位一下 那核酸可以做 可以做有酵素的功能 可以做減切的功能嗎 沒有 其實 照理說 我們都認為說 只有蛋白質才有這種功能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了 核酸 居然能夠有自我減切的功能 那這個有什麼 在演化上有什麼意義啊 這個在演化上有什麼意義啊 你要說說看嗎 來 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很好 因為我們認為生命的起源 一開始是RNA 第一個一方面來講 好像多變 然後二方面來講 你看連RNA都可以有自我減切 都可以有酵素的功能的話 它其實它就是某種程度上 它可以在很早期的時候 可以做為這個生命的成果 所以生命的成果 這個起源的component OK 那當然這東西是推演啦 其實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有這樣的概念 好 那你可以跟他說 這個macon理人 其實大家可能就不是那麼在意 知道說 它是需要一個 一個 一個 G G 然後 它會結合在這個 櫻蟲上的一個site 然後 透過了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 Chance Eastification 有紙化作用 去做反應 一次反應 兩次反應 最後就把它 接起來 然後剪切出一段出來 就是這樣 那這個東西 有沒有酵素的扮演 沒有 純粹就是這個 RNA自己去做的 各位 所以說這個是非常特別 我們一般都認為說 你要去做任何事情 在生物體內 一定要有蛋白質 一定要有酵素 這個沒有 全部都是靠RNA Self Excision 所以是非常了不起 那再來 Sprasosone 這就沒有像它那麼厲害 它就必須要蛋白質的幫助了 它需要哪些蛋白質呢 就是U123456 就是這樣 那U123456 是怎麼樣呢 就是你如果看一下這個 structure 就是U會先 U1結合在五端 U2結合在branch 這個branch 就是支點 支點的地方 就是A 所以它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位置 去結合上去 然後結合上去之後呢 這個456呢 就進來 然後把56放進來 然後14呢 就被拿出去 然後最後呢 226就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成一個三個combranch 三個combranch之後呢 它在這裡呢 又會去攻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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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的部分 然後這個地方 就被剪切出去 然後就留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它 那當初他們怎麼知道 這兩個magnet 你看這個結構 跟這個結構 是不一樣的 電子顯微鏡可以看出來 一個形成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loop這種樣子 一個是 沒有 就這樣 那這個東西 就稍微講一下 讓你們知道 這個要不要被 這個應該 有時候會烤 那 我是不會覺得說 需要被 但是 會不會烤 好 那你可以看 普森的課本 普森會畫得很不錯 你看 它會形成 Supplycer Song 你看它 它只有畫出 一個大蛋白裡面的 四個蛋白 這個 U1 U2 是我寫上去的 而且你可以看 這個 這個 U1 U5 U6 你會發現說 它 為什麼 能夠認識 Supplycer 那個 為什麼能夠認識 MNA 所以說今天 有人想說 它可能會出一個題目 請問 U2 U5 U6 他為什麼會認識 認識這個 RNA 為什麼會結合上去 為什麼會結合上去 黏上去 看這張圖 為什麼會結合上去 U1 U2 為什麼會結合上去 這個 這個 MNA 你 你啊 因為它有一小段 複補 因為它有一小段 複補的序列 OK 這個叫Snow RNA 就是小分 小片段的RNA 好 這個其實有一點像是 Ribosome的概念 Ribosome上面 是不是也有 RRNA 所以它也是RNA的序列 它RNA的序列 就是要去結合 MRNA之類的 好 就是 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它很簡單的 畫這個圖 但是它不告訴你 這裡面是什麼 那你們 你們真正在 讀這個補生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看到這個 可惡 這個書具還寫得不詳細 沒有把這裡面的圈圈 到底是什麼告訴我 還是說 最好不要寫 以免我要背得很多 OK 你現在不背 結果後來到了 下一個階段 還不是得要背 好 先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要跟各位講的 就是 就是這個字 你做 你做 splicing做完了 splicing做完了之後 splicing做完以後 你就形成 Mature的MRNA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 alternative splicing 請問什麼叫 alternative splicing 如果就這個例子來講 他有X123 請問什麼叫做 alternative splicing 有沒有什麼叫做 交替式的 splicing 有沒有學過這個字 alternative是什麼意思 好你說 選擇性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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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你可以用另一個圖構數嗎 有一個 有一個 PiMRNA 叫做 exon123 請問什麼叫做 選擇性剪切 有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做選擇性剪切 OK 好你說 你怎麼知道 你們那一組寫的嗎 對 OK 好 沒有 他可以選擇 不同的exon 然後進而 就是做成不一樣的300支 比如說 他可以選擇D1 E2 或是他可以 三個都一樣 或是他 就是不同的排列 這樣 OK 講得很好 這個我給你兩分 兩分 選擇性的 OK 很好 他剛才有提到 一般來講 都認為說 E1 E2 E3 都會被剪切進來 可是其實事實上不然 有時候呢 他會剪切 1跟3 所以呢 2可能會沒有 他就變成 1跟3 甚至有可能只有1、2 1、2 所以說 這就這樣子 他就可以產生 三種不一樣的protein 所以 這個目的是要幹什麼 選擇性的解決 最後的功能 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最後的功能 會造成怎麼樣 他選擇性的解決 會造成什麼樣的現象 造成什麼樣的現象 造成什麼樣的現象 好 那邊 哪排的 增加生理上的系統的複雜性 增加生理的複雜性 你怎麼講那麼複雜 抗體的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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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體的智障跟這裡沒有關係 你看 抗體的智障不是在這裡 抗體的智障是DNA的Rearrangement 好 沒關係我讓你再繼續講 但是 增加複雜性 增加什麼的複雜性 像基因造成不同的蛋白性 基因造成不一樣的其實就是造成多樣性 造成蛋白質的多樣性 所以 各位我們常常去講說 我們只有兩萬個基因 就是只有兩萬個基因 兩萬 兩三萬個 是兩萬 對 差不多 兩萬個基因 可是我們的蛋白呢 可以藉由多樣 這個選擇性的Splicing 可以造成三一倍 甚至十多倍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就變成說 它有一個造成蛋白質多樣性 那當然蛋白質多樣性 就有可能造成功能的多樣化 甚至有組織的特異性 有些在不同的組織 它有不一樣的Splicing OK 好 那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抗體的多樣性是不一樣的 要把搞混 我不太想要再去講 抗體的多樣性是怎麼來的 Antibody的多樣性不是在這裡 MRNA Splicing 它是在DNA上面就已經去做這個 做這個 做這個 rearrangement 叫做 Antibody rearrangement 這個是不一樣的 mechanism 但是它是屬於基因調控的部分 好 那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就是我們要講到這個多樣性 除了在這裡 除了 除了在這裡 Splicing 可以產生多樣性之外 我們發現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特殊的現象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在肝臟裡面 我們發現出一個蛋白 叫做 Apple Lipoprotein 它的分子量是100QD 可是我們發現 在大腸 一樣的蛋白 可是它卻只有 分子量是只有48 而且 就發現說 這到底是怎麼做成的 這到底是怎麼做成的 它不是屬於 alternic splicing 它不是屬於alternic splicing 那你發現說 DNA 這個DNA 也沒有序列的變化 可是後來發現是怎麼樣的原因 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它在轉入成RNA的時候 轉入成RNA的時候 是一樣的 可是它會經過修飾 它會經過修改 所以說它原本是叫做CAA 就是在它中間的 這個 在如果說在 在大 應該講說在肝臟的時候 在肝臟的時候 它中間有一個序列叫做CAA 可是呢 在 大腸 它這裡呢 會被一個酵素呢 酵素去修改 變成UAA CAA變成UAA UAA 所以說 在 RNA上做修改 叫做什麼 在 RNA上做修改 叫做什麼 在 RNA上修改 這個英文名字叫什麼 在 RNA修改 英文名字叫什麼 就是我要講的這個 RNA上做修改 叫做什麼 RNA的Editing 很好 這個各位你們要知道 所以我告訴你 有時候你們就學發現說 學英文這個東西 真的就是 你就好像說改 改字 你就在RNA上改 各位我不是在DNA上改 我是在RNA上一改 各位請問發現 發生什麼事 CAA變成UAA 有什麼重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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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講嗎 健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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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喔 OK 那後面有舉牌的 做出來的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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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太模糊了 這樣是打空泡蛋 就是說做出來的蛋白質 不一樣 當然我知道 這個序列不一樣 當然會做出的蛋白質不一樣 你要告訴我 什麼樣的不一樣 來 再講一次 為什麼會停止轉移 UAA 很好喔 因為UAA是中指密碼 所以它到處在做蛋白質 它在這邊的時候 它就停止了 蛋白質它這邊就停止了 可是在Liever 它就一直做一直做 可以做到分子量100 所以它分子量只做到48 就停下來 因為這裡是中指密碼 後面就做不出來 就這樣喔 所以很好喔 我當然知道說 分子量 這個蛋白質會改變 但是我要 你要specific 就是講出來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好 那這就是 這就是 我們在講說 在肝臟 或是在大腸裡面 所產生的RNA editing 的情形 它就會形成 Apple B100 Apple B48 這個還蠻重要的 好 那再來就是 最後就是 有顯微鏡看一看說 原來這個DNA 在 在 增核 在原核上 原核上 你可以發現說 它 這個 轉 轉移 轉入的過程中 可以看得出來 轉入出mRNA 所以說 這就是它的一個結構 就是這樣 那 就是眼鏡為平 其實轉入 也線線可以被電子顯微鏡看到 就是這樣 好不好 那這個 這樣子有什麼問題 好啦 那這張如果沒有問題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圖表 你會發現有些圖表 會畫成正方形 還有些人會畫成圓形 其實還不要 現在說明有氨基酸的Apps 有沒有這種Apps 一輸入馬上就出現了 也可能也有 好 好 對這一張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問題 轉入 那再來就是轉譯 轉譯的部分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稍微提過 提過了 這個部分 就是 轉譯是在哪裡發生的啊 轉譯是在哪裡發生 蛋白質核成是在哪裡發生 蛋白質核成 什麼都沒有啦 來這邊 細胞質 細胞質很好 好 蛋白質的 蛋白質的生成呢 是在細胞質 OK 所以說它必須轉入完之後 它必須要送出 送出細胞質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說 核糖體啊 或是mRNA 或是prm 這些東西都是在細胞質 那你今天 你要去去 去看這個轉譯的過程 你要了解一下幾個步驟 第一個 就是 就是這張圖 這個我會覺得 所以是一定要記起來 你一定要知道一個 RAMPSON 然後上面有一些密碼 然後密碼上面有 有幾個區塊 有哪些區塊啊 密碼有三個區塊 沒有 密碼就是說 RAMPSON上面呢 會主要有三個區塊 那三個區塊 是哪三個區塊 分別叫做E-side P-side 跟A-side P Sorry E-side P-side 跟A-side 你們也沒有學過這個喔 有沒有學過 哪時候學的啊 普森 所以你們普森 高中的時候 高中有學過這個 E-side P-side A-side嗎 有聽過 有聽過 阿怎麼樣聽過 我現在都不太清楚 你們高中到底在上什麼 我雖然都有看到 看到你們圖很漂亮 可是我發現說 好像大家問了 還是不是很清楚 那你們的中文會是寫什麼 E-side P-side A-side 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會記起來了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 來快點 E-side 有沒有 E是什麼 大聲一點 離開 離開的意思 OK 好 Exit 有些人講Exit 有些人叫做Empty 也可以 E-N-P-T-Y 所以我告訴你 有時候我會覺得 這沒有一定的答案 他就是有時候 是叫 有些人會叫做Exit 有些人叫做Empty 其實就是 就是空的嘛 空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一定是合成完了 的東西 要離開 OK 那P-side 跟A-side 或是你講個狀況 有時候你雖然不知道 這個人的英文單字 但是你可以知道一下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會進來 什麼樣的狀況 會進來 在那個時候就會有Peptide 就是Peptide OK 好 那你講到關鍵字了 就是 就是會有 會有Peptide 放的這個 這個生成的 的過程 好 那還有呢 所以P就是這個意思 Peptide Peptide 然後A-side呢 那你覺得 Amino Acid Amino的Side 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位置 是要給誰 給誰進來的 是要給誰進來 這是要讓誰進來 你剛才講Amino 是要給氨基酸進來嗎 蛤 提供 期待一次氨基酸的TR可以進來嗎 T 就是含有一個TR 上面的一個氨基酸的 一個新的氨基酸的TR 沒進來 對不對 好 好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 Peptide Funnel Formation 其實就想說 這邊如果有一個 另外一個氨基酸1 那這裡有個氨基酸2 然後之後呢 他在這邊呢 會轉 會移動 一移動的時候呢 他這個Peptide 就會轉移過來 1跟2 就是這樣 然後就會往這邊移 然後這邊就空了嘛 空了以後就從這邊移出去 好不好 你們其實只要先知道 這個這樣的一個 一個結構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東西 先講一下 AUG OK 好 那先這樣子 大概知道一下 這幾個位置的部分 那這個章節其實就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轉 轉譯的過程 轉譯的過程其實 也是一樣 是有分 Initiation Ellongation 跟 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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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看這樣 你只要能夠回去 好好自己去整理一下這些東西 然後把換個圖出來 就一目兩然 好 好 那這個地方主要是 先講一下說 你 第二個部分呢 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 1g 1nz 1g 1nz 這個 最後一部分 會跟大家講說 蛋白質的一些結構 或是蛋白質的一些 Multidification 所以說各位 當我們這張講完的時候 你會發現 從轉入轉譯 從DNA 講到蛋白質 最後 講到蛋白質 講到氨基酸 又回到了生化 的第一個 應該講說 生化有一章節 就是講蛋白質的 氨基酸的20個氨基酸 真的 就回到那個部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轉 translation 需要哪些東西 translation 這邊有講 需要 這個 這些物質 那你包括說 當然要有氨基酸 要有 MMA 還要有 Ribosome 還要有 所以各位 有些人會講說 請問一下 蛋白質 合成 需要 下列哪一個 哪一個 RNA 不需要 下列哪一個 RNA 不需要 MNA TRNA RNA 或是 SNRNA 哪一個東西 不需要 你可能搞不清楚 你可能搞不清楚 什麼叫做SNRNA 來 SNRNA 所以SNRNA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 SNRNA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Sp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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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SNRNA 了解嗎 它不是 在轉譯 轉譯成大白質 都需要 但是 你要注意 Ribosome RNA 是很容易 大家忽略的 一般都會以為 我只要 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Ribosome 就好啦 MNA 在這裡 TRNA 在這裡 請問 RNA在哪裡 如果叫你畫 你畫出RNA RNA在哪裡 RNA在哪裡 蛤 RNA在哪裡 這個不是Ribosome R-I-B-O-S-O-M-E Ribosome 核糖體 那 所以 蛤 來 你說 OK 好 你講那個部分 是說 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序 應該講說 其實Ribosome 就是無所在 就是在這個區塊 到處都有 所以Ribosome RNA主要合成是什麼 是蛋白質 加上什麼 加上RNA 對不對 OK 所以 包括 包括這些小分子 我們上次好像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這個圖 OK 這就是Ribosome的結構 當你原核跟真核的時候 它雖然是70S 它分成小的是50加30 它是60加40 可是你可以看 它的組成 是 是蛋白質 加上23S Ribosome RNA加5S 所以說如果 我把這個當作 是原核生物的話 你看 它這個小 小的這個 16S 這個 16S的 30S的 就包括 16SRNA 再加上 幾個蛋白質 21個蛋白質 21個蛋白質 那大的呢 更大 大的就包含了 31個蛋白質 加上 什麼 加上 加上 5S 還有 26S 26S 2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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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bosome RNA 所以這個組成就是這樣 就是要來 那真核當然又不一樣 真核就是28 加上5S 跟5.8S 這個 這個組成常 有時候 有時候會考 但是我會覺得 考這些 其實不太有意義 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純粹要背 可是 沒有辦法 有些老師就會 想要考你們這種 那 我是覺得這些 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 有些老師 可能會覺得說 你們就是要去了解 那你們就背吧 好 所以說 這個意思到底 是告訴你們什麼 如果是我的考試 我不會去考你們這個 但是如果別的老師 考試我就不敢保證 就是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 他就會在講說 什麼叫做 Ribosome RNA 你看 他是一個重複序列 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讓他去轉入出來 所以他是用 Polimus 3 Polimus 1 轉入出來 Polimus 1 轉入出來 就會形成 Ribosome RNA 然後去合成 這個Ribosome 好 TRNA TRNA的結構 大家要去了解 他有一個 Anti-Codent 或是什麼 什麼 在這個 請問他 胺基酸接在哪裡 請問 TRNA 胺基酸接在哪裡 TRNA 胺基酸接在哪裡 蛤 TRNA 胺基酸接在哪裡 看後面的人 來 你舉牌 這個 Anti-Codent 不 不對 胺基酸 怎麼會接在哪裡 怎麼會接在 Anti-Codent Anti-Codent 是幹什麼的 Anti-Codent 是幹什麼的 先回答 Anti-Codent 是幹什麼的 A-Codent 序列 序列 變式MRNA序列 序列 Anti-Codent 是變式MRNA的地方 很好啊 就是這樣 可是你剛才 我們現在講的是 胺基酸它要接在哪裡 下面下面 好 胺基酸它接在哪裡 來 這邊 好 3-Plan-Done 3-Plan-Done OK 這邊有寫 Amino Acid Site 所以3-Plan-Done 那3-Plan-Done 有什麼特別 3-Plan-Done 序列有什麼特別 或是說 Amino Acid Fining Site 有什麼特別 它的序列長這樣 是怎麼樣 它的序列是什麼 它的序列是什麼 CCA OK 很好 我為什麼這個也要考你們 各位 不要寫上 ACC 各位 你們在練序列的時候 我們一般在練 DNA序列或是RNA序列 一定是從五端 練到三端 所以你在這裡練 一定要練CCA 你論成ACC 表示你不懂 了解嗎 這兩個要了解一下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 很奇怪的地方 像Darm 或是T5Carm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或是一個叫 Volible Loop 請問一下 他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這個要叫做 這些三端 表示說 它有很多Nucle Tile 是怎麼樣 它的Nucle Tile 不是一般Nucle Tile 那是什麼樣的Nucle Tile 請問它是Regular Nucle Tile 是什麼 什麼叫做Regular Nucle Tile 什麼叫做Regular呢 就是一般型的Nucle Tile 就你所知 一般的Nucle Tile 是哪些 一般的 就你所知 一般的 我沒有陷阱 這沒有陷阱 一般的Nucle Tile 有哪些 Nucle Tile 很好啊 好 對 就這樣 那 既然是 我之前有考過各位 我們生物體內 不是只有 Nucle Tile 這種Nucle Tile 我們還有很多 其他不一樣的Nucle Tile 那也許是我們代謝的過程 但是其中發現最多 存在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Tile Tile 那些上面 所以各位 你們可以看到Volubles 什麼叫Volubles 就是說其實它 它這個序列的長度 是不一樣 這個東西T5 其實表示它有很多 叫做Phi的這種 或是叫D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各位 什麼叫做D啊 你有看過Nucle Tile 叫D的嗎 結構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但是它就 不是一般的AT GCU 這種東西 它是一個叫D的 你可以去查一下它的結構 它的結構 但是它絕對不是像我們一般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什麼叫做MG 一般會注視一個M 是代表什麼意思 這不會太難 這不會太難 不會太難 不會太難 來 那個徐定 Messenger 怎麼會是叫Messenger呢 來 還有沒有 Modify 蛤 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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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修飾的沒有 所以是Modify 但是這個M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東西的修飾會是由M代替的 什麼樣的G 什麼樣的G 是M開頭的字 假計畫 假計畫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假計畫的一個G 就是這樣 那是假計畫兩個 然後這邊呢 有沒有發現說T T 那個 一般來講 RNA會不會出現T 只有在DNA上 可是 在TRNA上 也是可以出現T 甚至大家很熟悉的 Warbo Hypass裡面 CGI 有沒有出現了 就在這裡 所以其實你看還有這個Fy 這個字 這個我也忘記它的結構是什麼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也就是說這裡有很多 不是一般Regular的 的那個 HGC 那這個大家就了解一下 然後 最後再來就是 這個地方我們講完 講完就是 所有氨基酸的生合成過程中 第一個最重要的步驟是什麼 第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 就是我們要講的這個 initiation 我們要開始要講 initiation 其實在initiation之前 還有更 更早的一個步驟 更早的一個步驟就是 TRNA 要先接上氨基酸 TRNA要先接上氨基酸 所以 TRNA接上氨基酸 這個過程叫什麼 TRNA接上氨基酸的過程叫什麼 過程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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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簡單的講可以叫 activation 那 也有另外呢 叫做 Charge 有點像充電的概念 就是 就是 TRNA本來沒有東西 接上一個TRNA 表示它被充滿電 它要準備去做合成 然後也有人叫做 這個是比較學術的說法 就是aminoacylation 其實就是氨基酸的一個 接上去的過程就是 aminoacylation OK 好 那你看這個 activation的過程 需要什麼 需要是這個酵素 這個叫做 aminoacyl TRNA的Synthase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就是說 它這個要合成 需要一個酵素 它需要在酵素裡面 所以這個酵素呢 就是可以把TRNA帶進來 然後會把氨基酸帶進來 然後這個結合 它就把它拎起來 那當然這個需要能量 需要能量應該是 我看需要GTP還是ATP 應該是需要ATP吧 OK 需要ATP 沒錯 需要ATP 好 那這個地方 就可以讓它氨基酸跟這個 這個合成 那你們可想而知 如果 如果說 它要一個氨基酸 請問一下 氨基酸有幾種嗎 至少20種 對不對 那TRNA 也有它的 它的 總比馬 2、30種 好 那所以說 你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說酵素 請問酵素 對你們來講 酵素有沒有專一性 酵素有沒有專一性 什麼叫酵素 酵素的專一性 是什麼概念 酵素的專一性 是什麼概念 酵素的專一性 是什麼概念 是什麼概念 就是 你的受值 兩個受值 一定都是要專一的 對不對 你不可能隨便拿 不一樣的受值 就拿來做合成 而且合成的產物 就是一種 就是其他就是 有一個所謂的專一性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也就是因為 這有特別的 這有特別的 所以說這個 有大概也有二三十種的 三十種的這種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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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在這裡 第20種 的 那有沒有更多 其實有些 paper 上有寫的 有時候比較多一點 怎麼樣 那就是這樣子 那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專一性 各位 這個可不可以接錯啊 你TR內 如果這裡是AUG 如果這裡是AUG 結果你這裡 接上的是 接上的是 是 TRIP 可不可以啊 不行 所以你看 這裡是AUG 這裡就一定要是SR0 對不對 他這個東西 都是要非常的精準 好 那我們就跟各位講說 專一性 就在這裡非常重要 好 那這個是他的一個 component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講 先休息一下